大家好,我是游老师 今天呢,我要教你们用一个设计手绘的神器 就是推尺平行尺 还有就是用马克笔上色技法 这个视频里面也会提到哦 看吧,平行尺是打稿非常非常快的一个神器 特别适合考研的同学 可能几分钟呢,这个稿子就打好了 先打横竖线,接着呢,再打透视线 用平行尺打起来的稿子会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呢,很稳 特别适合手抖的宝宝 打完稿子之后呢,就开始画倒角 小的倒角就可以徒手画 大的呢,就用尺子 推尺上面自带的圆模板 或者是一个专业的圆模板,都是可以的 如果要考研的话 我还是建议你们尽量的用硅尺来做图 这样的话,比较稳当 推尺呢,它自带一个滚轮 可以在画的时候沿平行的方向进行运动 但是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用力要轻柔 打完稿子之后,就开始上轮廓线 这个时候可以使用其他的硅尺和圆模板 要记住哦,外轮廓线一定是最粗的 这个呢,是源于制图的原理 一些小的细节就可以徒手画 这样的话便于节省时间 无论是考研还是画平时的设计效果图 希望大家都可以把图手绘图和 硅尺灵活运用 这样呢,能够得到最好的效果 并且时间上也是最节省的 好,这里如果说在画的时候翻车了呢 不着急不要紧,我们可以把轮廓线加粗 用加粗的外轮廓线将画错地方进行一个掩盖 特别是在考试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 一定不要着急,都是可以拯救回来的 像这样的一些小的细节 小的部分你就可以完全徒手绘制 比如说质感和一些里面的小的材质的感觉 好,我们继续用推尺进行做图 将倒角的部分呢,先预先流出来 这样的话在后期绘制的时候 不但结合的会比较好 也不太容易翻车 一张设计手稿呢 它的那个构图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推荐你们最好是画一个背景线 线稿画完之后呢 重点就来了 就是马克笔上色 用马克笔上完色之后 你整幅图的灵魂就有了 而且视觉效果马上double 这次呢 我是使用的一个红色和灰色 结合的一个上色法 红色呢 使用两个色号就可以了 一个浅色 一个相对深一点的颜色 而灰色呢 可能就要使用到三到四只左右 这一次的上色法呢 主要还是横推和斜推 然后加入了大量的扫笔 这样画出来可以让整幅图的光感更强 质感显得也更加的真实和舒适 这种强调光感的上色法 我会在后续的教程里面 仔细的给大家介绍到 但是在使用以前 一定要确保你的马克笔的质量和笔头本身比较好 否则的话是扫不出来这种效果的 在这张画稿里 我并没有将铅笔的作图痕迹全部都擦除 相对来说我还保留了一些 这样呢会让整幅画面看起来 其实层次感会更强一点 好现在最后的一步呢 就是用推尺 把要写的文字框架设计说明啊 这些的地方留下来 最后再用高光笔点亮它的质感 这张设计草图呢就完成了 使用推尺和马克笔的快速组合 能够让你在考研或者是 平时画设计草图的时候 快速的将作品完成 特别特别适合 考研的时候需要画很多张手稿的同学 祝大家考研顺利 立刻上岸 平时在那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